近日,张一山参加了一档叫做一拍即合的我们的节目 其中有一个环节是通过聊天猜测对方的身份 当一个女嘉宾说自己演过欢乐送时 张一山立刻怀疑是杨子瞒着自己来上节目了 张一山说,你是不是杨子啊? 你是不是瞒着我来上节目啊? 你是不是想给我一个惊喜啊? 她在语气中透露出了惊讶和期待 也有些许的埋怨和不满 她似乎很想见到杨子 也很在意她为什么没有告诉他自己来上节目 这让网友们觉得他们的关系不简单 也很期待他们能再次合作 张一山和杨子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也是加油儿女的经典搭档 他们在剧中饰养了一对调皮可爱的姐弟 他们的演技和默契都赢得了观众们的喜爱 他们曾经一起参加过多个综艺节目 展现了他们的幽默和亲密 他们在节目中互相调侃 互相捆怅 互相安慰 互相理解就像真正的姐弟一样 但是随着他们各自的事业发展 他们很少有机会再次合作了 张一山转型为影视演员 杨子则成为了当红的电视剧女主角 他们各自忙碌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很难再有空闲的时间和机会相见 网友们纷纷留言说 张一山杨子快点合作吧 张一山杨子是真爱啊 这友情让人目了 张一山杨子快点合作